文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在今年4月被爆出換樓醜聞 他的老公馮永業 星期五早也乘車到廉政公署總部 報入大堂時沒有回答記者問題 逗留半小時後 馮永業的座駕離開時 他為了逃避記者 不適以這麼奇怪的姿勢 躺在車內 當發現記者拍攝後 就不斷逃避鏡頭 用手遮掩手機畫面 十分狼狽 當記者再次上前追問時 他已恢復了知 但依然他還回答記者的提問 到了下午2時多 一個帶上黑超的神秘女子 和一個與陳遠玉旗下的直升機公司 有關係的男子陪同下 現身廉署總部 大約半小時後 兩人便乘車離開 根據查冊記錄 這輛車屬於一間出租汽車公司擁有 而在上月3日 奉程淑儀也被拍到現身廉署總部時 同樣說 她當時更加以兩個手袋遮臉 奉程淑儀被指在2013年底 以一個中西區的單位 另價650萬港元 和賭王三太陳遠申包妹 陳遠勇名限的公司 交換兩個跑馬地的雙年單位 有關交易被指疑點重重 包括逢程淑儀 涉嫌通過交易避稅100萬港元 和換樓保價低於估值300萬港元 廉署立案調查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